都说顺志帝看破红尘出家了 原因就是董岳飞那茶子事 不过真相到底咋样 咱们得来点实锤 咱们先来捋一捋 顺志帝那会儿 董岳飞可是个绝世家人 俩人那感情简直甜得跟蜜似的 后来董岳飞一并不起 顺志帝那眼泪哗哗的 你说这心都碎了 能不伤心吗 可别小看了这伤心 顺志帝那性格向来是情深似海 眼里揉不得沙子 所以当董岳飞去世后 他直接就出家了 你说这决心有多大 有人说这事纯属扯淡 顺志帝那性格 怎么可能说出家就出家 再说了那会儿当皇帝 哪有说放下就放下的道理 这不科学 但也有人觉得顺志帝那出家 其实是他内心深处 对董岳飞的怀念 毕竟那会儿的爱情 可是比现在来的纯粹多了 你说呢 总之顺志帝出家这事 咱们得辩证看待 不管咋说 他终究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传奇人物 你说是不是